第28题 关于各时段罗翼运动速率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那么速率其实就是速度的大小 这题问的就是我们在前一题 看加速度的方向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大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那如果速度越来越小 就表示速度跟加速度反方向 那么怎么去看到我们速度的变化呢 那么HT图的直线就代表速度 割线是平均切线是顺时 那么直线越斜就代表速度越大 我们就看它的切线的变化 那么是越来越斜还是越来越平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A的这边这一段呢 我们的切线是越来越平 就表示它的速率是越来越慢 选项A是错的 那我们的B呢 那我们的切线会越来越斜 所以我们的速率是越来越快是对的 那我们的C呢也是我们会越来越平 所以它的速率也是越来越小 所以C也是错的 那么珠也是越来越斜 所以它的速率是越来越大 所以选项珠呢也是错的 因此呢我们正确选项只有B 第28题问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BC时段它速率越来越快 赞订阅